当中国小将承飞一套超高难度的动作在平衡幕上出现失误后 除了中国的观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队会因此统视金牌 因为前两轮比赛 中国队与微弱的优势领先美国队暂居第一 承飞的这一失误无疑给了美国队翻盘的希望 但是失误后的承飞心境并没有受到过多影响 只见他淡定如常继续开始动作 一定要镇静因为后面的比赛非常关键 躯体后攻班稳稳落幕 跟腿跳接接环跳 交换腿接后攻班稳稳落幕 挺身前攻班接三百六 倒叉户非常好就0.2的加分